来喔 这条新闻台湾的朋友要看 因为立陶宛 路透社会报道 立陶宛国防部国家网路安全中心 发布报告说中国智慧型手机的巨拨 小米在欧洲销售的旗舰手机 叫做MI10T5G 内舰检测跟审查什么 审查解放西藏四个字 台独万岁或民主运动 等敏感词汇的功能 建议消费者不要购买 并且要把它丢弃 如果你买了手机把它丢弃 你知道手机怎么没效呢 另外他说 这个立陶宛这个中心还说 华为的P40 5G手机 也被发现有安全漏洞 那刚刚讲小米机 被审查的词汇清单有几个 有449个 我跟你说 你如果真的被我抓到 这个不得了 王老师 我们台湾也很多人用中国手机 是我们私人用 用华为小米的东西的不少 不过好家在也是好消息 就是基本上政府部门 刚刚不讲吗 政府部门已经全部禁止使用 中国的香港的网通设备 包括手机 包括你在采购的时候 不要用中国的硬碟 那个后面 刚刚讲华为那个P40 P40的做法是怎样 他说后面你可能是藏有后门城市 木马城市 病毒城市 你不知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那个东西 什么时候流出去 或者说譬如说你是用华为的手机 你可能传个什么东西 档案给我 他后面的这个木马城市 你给了我 我可能就也中 然后又流出去 这是华为的部分 这也是华为为什么 过去一直以来都被很多国家禁止使用 那我是外国人 我买你的手机 你内建这个东西要干嘛 他就是一样 他如果能够收集到更多的资讯 那可能从一个点扩散成一个面 这些人可能有哪些 是他想要收集的监控的对象 这都有可能 王思琦如果是个立陶宛人 然后买了这个手机 这个写的 我要查台湾独立万岁 这样会怎样 那小米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他现在小米说法是说 你查得到 你是可以查 他把那个功能关闭了 但是问题是 他能够了解到说 王思琦你完蛋了 你查台湾独立万岁 这些人 我是立陶宛人 你要注意起来 国安法是无远佛界的 我的资料就会成为 他的资料库里面 大数据的一部分 所以未来如果我 可能要去香港 或者是我要去哪边观光 去那边的时候 我可能就有人行 身上灭的安全 你是台独分子 你是乳华分子 你曾经用你的手机 去查询台湾独立万岁 这种东西 因为这样的资料 所以可能会入我 云罪 然后我可能就会出现在 秦城监狱 之类的 而且小米 他公开出来讲说 我把这个功能关闭了 可是他没有否认说 他随时可以打开 他有说啊 对 他可以远段遥控 而且他没有否认说 你有在收集 他只说我关闭这个功能 关闭是说你可以搜寻 你可以上网 但是台湾 中国手机用户 放心就对了 没有 我们现在只是说 政府不能用 民间你用的 华为手机 有没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要讲 我本来以为说 立陶宛人会打台独万岁 我想应该不会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立陶宛人好猛 国防部长叫你把 中国手机丢掉 我们的国防部长都还不敢讲这种话 说实在的 如果真的立陶宛有这个 可是立陶宛怕什么呢 我们距离那么远 对啊 可是问题是 他还是有经贸往来 还是有可能给他施加压力 对不对 那你如果立陶宛在中国的留学生 我也可能把你抓起来 他要搞你很多方法 可是立陶宛我觉得他就是 他就是不屈服于中国这种压迫 他敢于把这个国王的新衣说出来 就你的里面有后门城市 然后跟美国分享 我觉得台湾如果立陶宛这个数码是属实 我觉得我们政府更应该要强化中国的手机 在台湾的市场 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做 他们就不应该卖 叫他们回去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让中国有这样一个 一个有个渠道 来这个监控我们的人民 特别是如果我们台湾人 如果台湾的华为手机 小米手机有这个功能 很有可能很多人 他不知不觉就被中国记录了 那范老师请教你 那立陶宛又本来送了两万剂 AZ疫苗来 现在又送了二十三万五千九百剂来 他们的标志 我真的觉得这个要好好研究 他们的斗罩是怎么出来的 真的是不得了 我觉得真的是 不怕压 不怕压 这个实在是抗压性太强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连立陶宛都敢于 这样子支持台湾 我们台湾内部国民党 还在每天在那边分化台湾 在那边批评 我觉得真的是 跟立陶宛比真是天差地别 立陶宛送了两万剂 他想说中国这样修理我 好就不要再送了 怎么再送二十三万剂来 而且这几月份要 双方要互胜那个办事代表处 我们设立台湾代表处 当然没有问题 我现在很期待 立陶宛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时候 现在当然讲说 他的议员团要来 他的经贸副部长要来 我很期待还有没有更高层级的人 你越被打压 你腰挺挺的 那是不是也要 看会不会立陶宛有更直接 更进一步的对台湾支持的表态 或是双方友好的表态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可以拭目以待 忽然觉得 我们现在讲立陶宛 可能是希望我们整个疫情结束 去那边旅游 但是这个广告 我相信现在已经升值人心了 有点送上瘾的感觉 越送越多 但我必须要讲说未来 我们忽然发觉我们的兄弟 兄弟越来越多了 本来只有日本或美国 现在欧洲 不含立陶宛 或者我们看到捷克 斯洛伐克 斯洛伐尼亚 还有波兰 都送疫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势 大势所趋 从欧洲那边发展 我觉得现在中国最担心的是说 为什么我的欧洲的 中东欧的后院一直在烧 这个火好像熄不下来 那我觉得就这是市 这个台湾的这个市 走到台湾这边 那我觉得中国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他过去 他在外交上 就是砸钱 可是他现在经济不行 很多国家本来跟你建交 就是因为看在钱的份上 我们也没什么共同价值 如果今天你钱不够 中国要照顾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他照顾不完 他过去有钱或还可以 他现在可能经济不好没钱了 很多国家就觉得 疫情就算了 反正我们的友谊 是建构在钱的上面 可能就跑回来跟台湾互动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的外交是非常不扎实的 那你就看到立陶宛 他这种是真性情 他是真心的想要帮助台湾 如果我再说一个新闻 让你感动一下 中国收你台湾的联务 现在瑞士说 他们要进我们台湾的联务 而且我觉得瑞士 过去跟我们之间的连结 并不是那么的深 然后这一次他看到中国 这样子对付台湾 竟然主动说他们要买我们的联务 我觉得其实整个地球上面 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有在重新成形中 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国家 你看看在短短的这些时间里面 打出台湾牌的 力挺台湾的 然后送疫苗来的 然后帮助我们渡过 这个联务跟释迦南关的 我真的觉得新的世界秩序 真的有在成形当中 而且你看日本要 这个自民党选举 竟然是要打出台湾牌 打出蔡英文牌 这样子可以帮他们加分 这个在过去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而且这些跟我们距离这么远 关系过去并不是那么密切的国家 纷纷跳出来挺台湾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说 原来这个在亚洲这个地方的 这个小国家 跟我们信仰相同 价值相同 这个东西你说 能够不挺下去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